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 怎么看? 今天这集我这个话题应该是迟了十多个小时才出 关于究竟可伯的450万怎么得回来 因为无量军师他很厉害, 为什么他能够TOP ONE? 他自己查到这些资料, 在自己的网台分享 然后就轮到很多网媒和我们拍片的人, 每个人撿死鸡, 撑着扮爆料 我第一手资料, 但其实不用闷, 除了无量军师之外 谁敢说自己是爆料都是骗人的 其实我们是承认的, 我们只是执人移手摊去分析资料 另外, 我自己在年灯里看到有年灯仔 爆料就说, 大致上内容是解释了 为什么阿伯这么笨, 但他又会有这么多钱 究竟可伯以前的投家是谁支撑住 究竟他们的真正收入来源是怎样 还有, 也会谈及以前可伯为人是怎样 不太详细, 但你大致上会感觉到 当然, 年灯爆料也没有文件作作作证 但整件事听上去都是合理的 所以, 慢慢去和大家看, 慢慢去和大家分析 也会谈到, 为什么银行有450万 大家都知道, 你没可能打官司赢到银行 好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阿伯和河马仍然是觉得对于450万 是有一细细拿回来的希望 都会和大家去谈一谈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壁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钟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有KOL爆料就说 可白和已故的何太卖银行卖银行750万 不过这条数字就不太准 稍后会再解释 之前可白就在直播那里被人打扫 就说, 你是不是卖银行750万 然后他想着澄清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可白真的被人打扫什么都说出来 然后河马反骂白就说 人家做事, 你又揽上身 接着看看 究竟无量军司那边当时释出了什么资料 就说 在元朗的安兴街 在2010年曾经有一个铺位 以550万 其中一个联名业主的名字 就是可白的名字 即是英文和中文拼音都很像那些 所以 就怀疑是 是阿白当时卖铺所得回来的钱 成为了 一切事情的争端开始的那块钱 接着就是说 有社交媒体亦有网民就说 可白当年在元朗那里开市多 位置就在安兴游乐场对面 根据估计就是说 很大机会是安兴街60号至80号的御法大厦地下一个铺位 根据资料显示 2010年550万卖出来 另外一个登记业主就是姓王的女士 所以很大机会是已故何太 这是2010年的事 根据东章西望之前的报道 何太是前何太 因病离世 当时是2015年 所以 2010年的时候 它仍在世 所以会一起买铺 时间上是正常的 然后他们550万卖出去之后 那个买价不用三个月再卖出去 变成了586万 即是可能赚了20-30万 然后 扔心口 去到2011年 再用760万卖了单位出去 所以 相信760万的转售费用 和可白无关 即是有人可以卖到760万 但当时 白只卖了500多万 对于买铺买铺这些东西 可白和何马的直播都有说过 总之就是说 你什么都不要说 你公屋有暴露行踪 你什么都摇上身 你不适合跟我浪跡天涯 扬言就要和可白离婚 可白就说 你不要再提离婚了 老婆仔 我不会来的 你要我来我死给你看 那些以死相逼 其实真是惨的 你看回数就知道 你2010年 其实那时候 楼市是向上升的 很乐观的 原来你迟一年卖的话 你还可以赚多250多万 所以 他们很惨的 有些人也在解释就是说 其实你2010年 你不是太等钱花 你真的不会卖铺 你铺位还有这么大 值钱力 你起码去到就是说 不如去到2019 见到香港这样 再不是了 去到2021年 新冠 你不如见到回落才卖吧 你2010年 大家不知多开心 对于楼市充满期待 你为什么这么早卖呢 网上就分析了几个原因 因为首先大家看看 现在是由500多万 变成400多万 少了100万是怎样呢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究竟是否分了给5个子女呢 因为阿伯之前就说过 那些子女就问我拿100多万 又说装修 又说什么给首期啊 那样 这个这样的说法是吻合的 另外之前网上也有些说法就是说 因为阿伯难道 所以为了要去找数 被逼要去把一个有很大升值潜力的铺位 不可以赚尽了 迫着要拿出一个店铺出来卖 然后就去找数 找数之后 就变成500多万 然后就去到400多万 这两个说法其实之前网上也有很多的足迹 不过当然 阿伯就不说 河马亦都不让阿伯说 我们都不会知道真相 好了 总之我们知道 最后就有400多万这一块钱 应该是源自于卖铺的 对于一个长者来说 其实你400多万做定期 就算以前利息没那么高也好 他和耳朵住 他不用交租 然后又不用交税 只是收利息其实也挺好用的 政府那些 不知道当时他能不能拿到1000元 但这个也不是那么重要的 接着我在连登那里看到有人爆料 就说 为什么他们会有钱买铺的 原来就是说 前河太其实他自己也有钱的 所以 店铺就是前河太买了 之后就结婚 然后就加上阿伯的名字上去 换句话说 其实阿伯的财产应该是靠他老婆 去支撑住的 甚至乎就是阿伯了 不要只是说个铺位 关于那五个子女的养大 也是说 前河太含身如虎 托钱回来 去养起这五个子女 其实也正常的 因为 我相信阿伯 不是完全不做事 但是 这个世界不是说 我有份工 我一定养得起五个子女 是五个子女 像现在香港那样 你随便去找份工去做 你不要说养五个子女 你自己也未必养得起 也能解释到 由于 最主要赚钱的人 不是可白 所以为什么 所有大钱 永远都不到可白手 阿伯永远是没有最终的控制权 又不是刻意对阿伯不好 但是 会叫做慢慢给他一些利息 让他有些钱 可以开心活着 但是 由于不是他找回来 所以 最大份那份 就没有份 其实 以前可白的生活 都应该 挺优哉犹哉的 你想想 你拿着利息 再加上 他五个子女 当时都孝顺的 你想想 只是每个人 每个月 给一千 你也有五千花 再加上利息 对不对 他一定是 生活得很过人 但是 由于 子女 知道 原来一直以来 家里的经济之处 不是爸爸 而是妈妈 所以 为什么 在当初 阿伯和子女 斩懒的时候 是可以斩得这么决断 特别是 子女直到现在 都没有要去找 阿伯 诸如此类 其实 墮入子女的角度 也是 你想想 如果 你本身 是有 妈妈 一手一脚 臭大 即是家务 读书 陪着自己的 都是妈妈做的 然后 你还要发现 原来自己有饭吃 自己有书读 都是因为 妈妈 可能她外家那边有钱 所以 就拿了钱回来 去照顾自己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 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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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 整件事就很合理 而且 也算是一家人 所以 谁信得过 谁适合管钱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 为什么 拿着钱的人都知道 阿伯这些人 他只懂得花钱 他是不能够拿钱的 所以 直接 把财富的支配权 交给 可能 他们的 子女 特别可靠 然后 他她只是 收利息 但 他会去吹 我能够收手 还有五个儿子 供养我 我的长子 儿子是高级警察,儿子是专业护士 我不用这么多儿子,只是他们两个供养我都够了 你想想,我是河马,我听到的,我当然是钉紧他 这么有钱,就算你没钱,你五个儿子会让 每个月问他们,这里我都生活无忧,你顺便让我的儿子也行 结果导致他们两个能够起在一起,但似乎就是说 根据很多的足跡,大家都感觉到阿伯不像是负责大钱去供养 不是说他没有赚,他也赚,但只靠他赚是不够支撑起头家的 也算是吃半碗软饭那种 阿伯说他做装修,我也相信,但真的未必赚得多 因为你想想,假设你现在是60岁,你退休或一两年退休 在你接近40多年的工作时间,正常我问你,我叫你说 只要你不是混合黄赌毒的,你做的工作是正当有交税 说得出来的话,你也会说 我20多岁到30多岁的时候,在银行做会计的 那时候4-5000元一个月而已,一碗细胸一两元而已 好了,然后去到30-40岁,你又会继续去说自己转了哪间公司 大致上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以前没有电脑的,我们全部用计数机计的 接着我人工去到13-14元 接着又怎样怎样,然后去到退休的时候,我五万多一个月而已 即是你只要真的有认真做过事赚钱,你都应该可以数到 就是说,十年前赚多少,二十年前赚多少 但是唯独是阿伯,他明明就是说,整天说 我自己对子女含身如虎,供书教学,甚至乎当时他出售手指 亦毫不忌议就说,我是做装修受伤的 但是唯独是说,他从来都没有说过,究竟自己做装修赚多少钱 例如说,究竟我做装修,可能以前做学徒的时候很差的 我会被人骗的,我做了一年一元都没有 接着自己出来做,开始一万元一个月 接着做到将来很好景的时候,十万一个月都找过 正常应该是说得出,因为我赚这么多钱,所以我就有四百五十万 所以我的子女不肖了,就贪了我的钱 但是唯独是作为男人,你知道阿伯很喜欢吹水 甚至乎说,我一万五次的,作为一个这么喜欢虚荣的男人 没理由就是说,如果我找到十万一个月 我怎么会不出来跟别人说呢? 我怎么会不对着镜头,就说 这些子女没用的,我没读书的,我以前一个月都找十万 我就是这样养起他们,阿伯从来没有这些说话 没有实际银马,还有做装修来说,装修是一个很大的范畴 究竟你是做泥水,做墙,做玻璃,做电线,还是什么钢筋,炸铁,做门 不知道你什么,诸如此类那些 你总会有样东西说出来,甚至你会很自豪地说 当年我做游七,我游得最漂亮,现在年轻人游的不够 以前我们地盘的材料实质很多 果伯作为一个这么喜欢吹水的人,他完全没有说过自己任何工作经历 还有他自己有开过,被人发现了,应该是开过那些小食店 即是杂货店,他有机会甚至乎连做装修都不是一世做 可能是人生当中做过三四年之后,唯独是这份工最值得吹嘘 所以做过两三年都不断拿着来说那种 但实际上应该整个人生都不是赚得太多钱 当然这一段都是基于连登仔是这样爆料的 就是说前河太以前家里有些钱 所以能够养得起成头家,所以阿伯就叫做咬老远 好了,我们现在说回阿伯和河马经常说 发援拿回那四百五十万 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跟银行爭取的话 你输了,你怎样去爭取? 但原来如果他们在爭取的地方是说 你看到当时我是联名户主 所以那五百多万就是我的 因为另外一个联名户主走了 所以那些钱应该是完全属于我的 但是现在整个钱是说给了个小女儿 我们联名户主每人五十五十 就算你给不回足四百五十万我都好 你都要分一半,你都要拿回二百多万给我的 那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说他们私底下 是用这一样东西作为一个法律突破点 所以就令到无论是可白也好 还是河马也好 都觉得,咦,似乎真的有得咬 似乎可以申请发援 所以河马仍然是继续和阿伯去做买套器 因为不再是我们以前所认知的 和银行这个不可能的机构去打官司 还有,开始说点点题外话 虽然前河太就走了 但其实越来越多人就敬佩前河太 不是因为他有钱能够照顾起整个家 也不是因为他眼光独到 懂得买好铺后升值去赚钱 而是说,大家看看 河马对着阿伯 还要是说阿伯送了很多礼物给他 但是短短半年里 都已经因为很多次 是因为阿伯把口不收 和阿伯的愚蠢 是惊得他乱乱跳的 然后你就想想 前河太是说 都没有收过你这么多礼物 还要是说 我用我的钱来养回你的男人 然后我还要帮你去照顾子女的时候 还要对着一个这么蠢 这么自大的人 但是也没有见到他们的家庭不和睦 他们的家庭很暴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前河太的人品的忍受力 究竟有多好 像河马这些品价不好 对了半年就好像疯了 人家前河太是说 近乎对了人家大半世 都没有说有什么婚姻危机 所以这里 绝对值得欣赏 所以更加替他不抵 就是说 河马又误别人烂倒 又说拿一只麻雀去拼阿伯 又说什么 阿伯才是照顾头家的人 现在有个铺位的东西 河马偏偏不说 你就知道 这个绝对是他的死穴 也有些对河伯形象不好的东西 他就不想让人知道 想起来就明白了 为什么河马当时 就赞前河太说聪明 因为在河马眼中 什么是聪明 找到钱就是聪明 买铺 然后放了不知多少年后升值 找到钱 那就叫聪明 为什么他不赞阿伯聪明 因为铺不是河伯买 他只是有名字负责持有 而且也是那句 好像阿伯 其实他这种智力的人 当然我觉得勉勉强强 都可以生存到七十多岁 但是你要掌握财富 拥有财富 这样生存到七十多岁 的话 阿伯真的不像 就算找多少也好 阿伯又是很快便洗了他 所以阿伯应该是 一世都没怎么碰过钱 唯独是自己的太太 走了之后 除了叫做吃利息 和可能都会有一两件 的现金就叫做拿在手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能够可以买到些东西给河马 而且还有一件事 你见到阿伯 是这么轻易 就可以送些东西给河马 而且价值不非 不是几千元一个袋 而是说 这个又十几万 那样又十几万 正常 如果你说 我这四十几年 上班得很辛苦 去照顾子女 就算你找得多也好 你都会比较沽航 因为那些钱真是自己辛苦找回来 除非就是说 那些钱根本就不用自己辛苦找回来 可能是遗产 可能是别人送过来的资产 不费吹灰之力得到 那就是说 那么容易可以去派东西给人 还有 可白的性格 都是颇为自私 因为你父母来说 你去到差不多岁数的时候 你会去想后事 你去想后事的时候 钱这一件事很现实的 你都一定要去想的 你都会去想 就是说 究竟自己的钱 可能五个子女 那你就要想 究竟是五个人平均分 还是可能 是谁跟自己关系最好的 谁最照顾自己的东西 就会多分一些 甚至乎去想 将来究竟如何留下一份心意 给子女 而不是留下一份负担 甚至乎 当自己八年归老之后 搞仪式 这些全部都是钱来的 究竟是否用自己 存下来的钱 跟子女说定 托沽了 到时用这些 可能不知多少钱 帮我找出钱 然后剩下的 就你们自己分开 但可白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他反而觉得 人都快来什么了 不如今早有酒 今早醉 把钱都洗掉 甚至乎 没有概念 把钱留给子女 通常这些人 突然之间 暴富 突然之间 拿到一笔 本身不应该属于自己的财产 所以才会有这种 能够大洗突洗 甚至乎 完全不需要 把钱留给下一代的思维 阿伯说到自己很无私 但他一直以来所做的行径 都是很自私的 你想想 如果你有十多万的积蓄 你将来都可以用来做自己的事情 那就变相 不用子女自己 拿那么多钱出来 正常一个爸爸 都一定会在这方面想 更何况就是 他们这个家庭 之前都经历过 前河太的离去 在想这些问题上 更加有计划 更加有深度 但阿伯没有 就像一个刚刚发达的十八岁小朋友 这样 这个美女正 我一定要认识她 所以就银蛋攻击 因为十八岁 你不会想自己有没有子女 十八岁根本 可能连老婆也没有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去花钱 而且十八岁 你不是做麦当劳 存回来的钱 是父母给了两三万元 说什么十八岁礼物 那就尽情去花钱 所以横体怎么看也好 都似乎就是说 又一力正 四百五十万 真是属于前河太 就和河八 就不是太大关系 至于你说 河马真的会去买些东西 烧给钱河太 这些呢 不知道是否就是说 我这里 烧四百五十亿 给你 那你保佑我 能够得到四百五十万 不排除就是说 河马想着 只是出事由 然后拿别人的鸡 不过 怎样都好 可能真的有 钱河太的庇佑 所以 河马现在左右做人难 原本以为自己找到金龟世 谁知就找了一个吹水的空心老官 还要是绑着你没得离婚 你一想着离婚 阿八就以死相逼 到其时 有什么东瓜豆腐 河马就不是说有观音保佑 简简单单进去派出所两三个钟 能够搞得到 甚至乎都其事 警方用老谋 又或者是疏摆方向去调查 他有点麻烦 甚至乎连自己原有的公屋基地 现在都岌岌可危 为了赚四百五十万搞成这样 最后禁折堕 不如老老实实去上班 不过 虽然河马这些人上班 我想回一世都存不到四百五十万 但是 原来就骗骗骗没有好结果 或者他以前有些姐妹有好结果 但是 你做人太高调 有很多东西本身不应该见光 不过 这个时代是扭曲的 越是不见光的东西 人们越是高调摆出来的时候 反而能够赚大钱 以前我们会觉得 你这个人这么贱 你公开给人知道自己是这样 行不行 你不要理 但是有人就是这样 被人知道自己很坏 但是都可以赚大钱 很奇怪 现在这个世界 和十几年前我所认知的世界不同 好了 今集短短的来到这里 回家吃饭 就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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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